晶片 晶片扮演着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一是让无联网设备连上无联网络 第二是为无联网设备提供一个唯一可识别的ID 那这样的话设备之间上传和download的数据都只有一个唯一的标识服务 这样会避免安全性的问题 我们先开始一下传统无联网的发展阶段吧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不联网 也就是所有的设备都没有连上网络 第二个是大型设备联网 也就是飞机、火箭、轮船这一些 需要实时监控运行状态的设备 联网来监控实时运行状态 第三阶段是万物互联 也就是家里的门锁、汽车、冰箱、空调 通过手机进行控制来接入无联网络 但是当所有的设备都连入网络之后 安全性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么通过引入TE让每台设备有唯一的ID 也就拥有了唯一的区块链身份 IoT Chain的主网预计在2018年底上线 芯片开发将会结合主网推出多场景的无联应用 行业覆盖、智能终端、智能家居、新能源等领域 我们将我们的方案烧录到无联网模组的frameware中 这样传统的无联网公司就可以通过升级frameware的方式 让无联网设备具有区块链的能力 从而实现无联网设备的区块链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